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借掉你喜欢吃的东西有多平晚 知道我喜欢吃生山药泥拌饭 同事就给我找了一家据说可以吃到天然生山药泥的地方 生自然水 终于开门了 看看你有多自然 这叫陀罗天色 这叫陀罗天色 那场是 生日到海的最近 它是带皮的那一车 没忘了我的毛巾 没忘了 还有年山药 可能加点蜜汁酱汁会好扁 这怎么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怕我吃不饱 小哥把一整锅米饭都给我端上来了 加个生的咸蛋黄 补救一下 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 它还是可以吃的 怕我光吃生山药泥不够 小哥还在套餐里配了很多小菜 终于还剩下最后一口饭了 自己点的哭着也要吃完 出来后想去水果店买点芒果吃 可进去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芒果 刚要走 老板就说他们家虽然不卖芒果 但卖芒果巴菲 这就是芒果巴菲的 好开 还不是加个姐姐在堆积 堆得好高 终于堆好了 这姐姐一定是建筑师毕业的 不然怎么能堆这么高 我也是头一次见堆得这么高的芒果巴菲 好 怕它塌下来 里面还有奶油 那么小块都能堆起来 应该是东方建筑系的 这芒果是用米做的吧 超级甜 老板还嘱咐我一定要蘸他们家的蘸料 我以为蘸完芒果会更甜 可没想到 蘸完以后芒果瞬间会甜 在这种外来学见这些 还能开家去火店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